大家好,我是远传电信的梁祥宇 今天很高兴受到中华软鞋的邀请 来做一个5G赔利的分享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 在远传怎么样利用5G的网络 不管是大网或是专网 帮助结合企业的一些应用 提供很多服务给不一样的产业界 在垂直场域里面 怎么样做到更多更好的一些应用服务 让每一个产业不管是在转型 或是往他们的一个服务 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向前迈进的一个动作 那稍微接下来我自己 我是Bill 那基本上我在这个ICT跟通讯产业 已经有超过20年的一个资历 那我最主要是涵化整个的所谓的 Global Business跟那个Local的一个Business 那在所谓的数字化转型跟上市的策略规划与执行 还有这些媒体内容的一些策略行为分析等等 做一个很相关的一个咨询领域的部分 那我现在最主要是在远传电信负责整个一个5G专网的一个Business 那其实5G专网对远传来讲其实是一个相对重要的一个Milestone 它其实represent了一个我们从一个网路 从基本上大网的一个服务行为切入到针对企业去做更多一个加持应用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也符合了我们一个4G 5G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好那接下来我会针对几个topic去做介绍 一个就是我们远传的5G专网的一个简介 还有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案例里面 我们怎么样结合5G跟这些所谓的应用 去帮助业者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最后我会做一个总结 好那其实远传其实也经历过一个转型的一个动作 我们从最早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电信业者 我们现在转型到所谓的电信家Telecom Plus的一个服务形态 那在一个电信Plus的一个服务形态里面 我们期望的是说帮助各位去做很多的一个数位转型 让各位在产业升级上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伙伴 跟着你一起往Business一个成长 那其实我们包含了很多云端的服务 直通讯的一个服务 还有所谓的大数据应用 结合电信大数据人流车流的一些应用 还有当然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物联网 大人物的一个服务 当然装网其实在这里面就半穿了整个一个贯穿 所有服务一个连结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我们怎么样透过网络去做不一样的一个调整 不管是所谓的网络虚拟化 或者是我们讲的网络切片 还有边缘运算的这些能力等等 在在的都是为了要服务客户 做一些所谓客制化的一个网络的一个需求 因为每一个客户他的需求都会不尽然相同 但是专网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客制化去符合每一个业主的一个需求 那其实专网服务它更多指的是说 我如何在网络里面提供一个高稳定性跟效能的一个行动网络 让这个业主在使用的时候是网络是可以有它一个归属感 所以比较简单的来讲就是说 我如何用行动网络打造一个客户的一个所谓的内网 或者是说它可以跟内外网做一些很好的一个结合 那其实5G专网我们也在台湾也做了两三年 那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也帮助很多企业发想了很多一些新的应用 或者是说帮助他们的企业做一些转型 那在这个转型里面其实更多的是结合CT OT还有IT的一些功能性 所以像我们看到在智慧制造里面 我们有比较常见的类似像所谓的远距维修 远距协同操作 还有一些所谓的公安服务应用 你去检测说这些人是不是有做了一些危险动作行为分析 或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物料拿取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拿到正确的物料这些的一些应用 再来在智慧医疗 这我想对国人也是很重视的一个议题 尤其是在之前这个所谓的像COVID-19疫情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出门的时候 你如何透过5G的网络去让你有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这确实也是我们在医疗界也算是一个创举 也是带动了很多我们讲的一个视讯诊间 虚拟诊间的一个议题 那当然在一些所谓的港口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些比较是属于这种劳力密集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需要很多这种所谓的数位化的一些新的能力 检测你的一些cargo 看看是不是有损毁损伤 或是说我们怎样在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去移动这些所谓的cargo 那这些也是我们讲的 不管是用自驾车 或是说用无人机去做巡检 当然在交通里面 CV2X或者是说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应用 自驾车的一些资料收集 这些应用其实都很需要很好的网络去支撑 它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即时性互动性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移动性 Mobility 的一个部分 远传在专网里面 其实我们会很好的基于客户的场景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络规划 给您比较好的建议 怎么样部件这个网络其实是最适合你这个应用 那我们也会跟你很多样不同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系统整合 因为毕竟网络是要去连结所有不同系统 让你达到一个网络极大化 那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个资安公司 子公司可以提供你端到端的一个资安服务 那我们其实在这几年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也累积了很多一些复杂场域的一个设计经验 及的所谓的建制经验 然后我们会持续的对网络去做一个优化及验证的一个服务 那最重要的其实也算是远传的一个比较强的特性 其实我们有七成二十四小时的一个违运跟能力和一个服务 所以这也是在给企业组一个安心 用的这个服务你外包给我们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在比较好的一个安心的一个状况下 好那专网呢其实我们有分了好几个不一样的一个种类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专网是不是很贵啊 一定是什么千万起跳的状况啊 其实这个有些时候是有些迷思的 其实专网它有几个不一样的一个类型 那第一个我们是讲的叫做共享型 那这个共享型呢其实像我们就会把所谓的 利用公共基站去做一些网络资源分享 然后像这些企业他在做这个网络规划的时候 他可以利用所谓的外面的大网去做一些资料的一些回传 那所以像公共基站 我们就可以提到所谓的网络切片 Network slicing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还有我们讲的所谓的 Edge computing 或是边缘计算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有些企业 他可能可以自己想要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或者是说他也可以用我们的租认的一个 share的一个model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共享型基本上对于一些所谓的初期使用 或是说对一个比较多场域 比如说有很多个点的一个状况下的一个业者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提供专门的一个模式 那接下来可能说有些企业他在一些比较固定点的时候 他希望当地的这些radio mobile resources 归他自己所用的状况下 我们也可以在场域里面去布建专属的一个基站 那这样子所有的这些基站的resources就可以被这个业主来使用 那所以他就不用去跟人家的抢资源 跟一般的大王的民众去抢资源 这个对于整个企业的违运跟那个协调性来讲 他其实是有更高的一个保障性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边缘计算的这个node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客户端去 那这样子客户其实也是蛮担心就是说 我会不会有资料外线的疑虑啊 我用了这个网路 他是不是会有一些资料无法控管的一个状况 所以透过第三个模式我们把这些mvc放到客户端 他可以就让这些所谓的厂区里面 或是campus里面的这些资料 他可以本地落车 那这样就不会跟外面的这些资料混在一起 这个确实会提高整个企业对于这个网路资安安全的一个要求 其实是可以符合的 那当然我们也不免除就有一些企业 他可能对于这个网路是有极大的一个资安需求 他希望所有的这些部件能力都是在他的一个场域里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网路 那这样子这个客户其实不管是所谓的这个SIM卡的 authentication connectivity的衔接 基本上都可以完全的用整套系统来提供 那其实从价格上面来讲 1234它某种程度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价钱 那其实在独立主网里面呢 可能因为他最主要是要这个比较有call 所以呢他可能要试实际的场域需求 我们再来评估这一段的一个价钱 那大概在第三个一个部分的状况下 其实以我们现在在外面部件蛮多的状况下 可能大概一年的费用大概在于100到150的价钱左右 所以这也是要看客户的大概是一个月大概10万上下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我们在线布蛮多的一个状况是以这样的一个价钱带来入手 那稍微提一下我们现在远传5G中央的一个客户群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我们的戶国神山之一的那个mediatek 研发科还有我们的新兴电池也是一个PCB产业很大 那在东立物流也就是在台北港也是一个很好的logistic的一个company 那还有一些所谓的夜连钢铁、四风螺丝、还有当然我们的台电 它其实也是跟我们做所谓的这种用5G专网 来去达到一些所谓的SOP的一些应用 它去做一个远距维修怎么样的协同 在左上边这一边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都是我们讲的智慧制造 偏智慧制造相关的一些客户群 那它很多应用都是一些智慧制造的一个部分 那在右边的这个三角形里面我们看到有高雄市政府警局 还有所谓的国家研究院 那基本上这个比较是偏工部门的一个部分 那高雄市政府警局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在全台湾用SA网路再加上网路切片 帮助市警局去做它所谓的一个即时张车追踪的一个应用服务 那其实就会减少很多这个警员的一些人力 在这些Routine的工作上面 那我们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 那当然卫生局其实用我们讲的国卫院 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医疗的一些需求 那样偏箱的这些诊间 其实都是我们透过5G专网去把它固件 那这样子它可以把缩短这种城乡的医疗差距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在右下角这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比较偏所谓的媒体业 还有展览业 所以有点像高雄市电影馆啊 或是我们讲的霹雳 我讲的霹雳不带戏应该也不陌生 它基本上也是透过我们跟它合作 让它可以在同时间在三地 譬如说台北、云林、还有在高雄 在三个场域里面我们做到即时的演出 所谓的异地共演这样的一个模式 当然也不买出说我们在展览中心里面 我们怎么样帮助展间 让它变成是一个5G ready 让它可以做很多的一个即时的一个IP的一些变化 还有它跟国内外在产家在做一个所谓的沟通上面 可以更好的去发挥它一个展场的一个优势 达到一个5G展场 让这些所谓的大台南地区啊 高雄地区的一些厂家如果他要做很好的一个demo 尤其是对内或是说跟国外连线的时候 它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那其实5G垂直场域它有很多一个商机 那我们从MIC的整理的report来看 其实制造业还是算目前最大的一个 portion 它大概有在将近的有25% 那当然所谓的能源跟公共事业是占很大一块 那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台电其实就是 它怎样利用5G专网结合它的垂直场域应用 来去做更好的这个SOP的一个操作 或是做一个巡检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物流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不管是自驾车啊车联网啊 其实在上面有很多种应用 那尤其我们就看到最近很多这种影像AI的这种辨识啊 所以在不管是医疗零售跟教育 其实都有很多的一块 其实很值得大家持续的在发展上面的一些应用 那这些应用可以更好的去搭配 我们讲的45G的一个行动专网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推广到更好的一个方向去 那我稍微提一下 我们其实算是全台湾第一个 在用5G网路切片的一个技术 然后帮助这个万金石马拉松做一个全场直播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右下角这边我们大概有一个万金石的一个地图 所以其实在这整个一个赛城里面 它大概是一个全马大概42公里 当然它有个折翻点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之前他们在做所谓的直播跟跟播的一个状况下 他们其实大家都是用这个所谓的media pack 就是我们看到右边的左上角的这个转播包 那其实在这转播包里面就插了我们家的5G信卡 然后再包含的这个所谓的slicing 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会make sure 因为当天在跑步的时候 你会有民众涌入啊 旁观者啊加油者啊 会比一般来的多人在这个场域里面出现 所以如果我们要很确保这个所谓的tbbs 它在这个做转播的时候可以得到最好的cognitivity 它不断线永远可以连线的状况下 所以我们用了网路切片这个技术去帮助tbbs 就是更好的去always有这个讯号 always可以连结 然后让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转播直播可以更更即时的去完成 那其实当天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那我们也跟tbbs做了很好的一个 synergy 那确实这个也算是台湾的一个首创 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在高雄市警局 我们其实跟市警局在做一个5G智慧巡逻车的一个服务 那其实在高雄亚湾区 我们是把整个的一个网路再搭配一个AI的一个AI跟网路切片 那平常呢 这些警察同仁们大家在巡逻的时候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要巡张车 那他们以前的做法就是可能先在警局里面 先用这个警备电脑 然后把这些张车资料灌到电脑里面去 然后带上车子 然后经过的时候可能觉得哪一个比较可疑 我就把车牌输入进去辨识看看 但是呢透过这个5G联网 跟还有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确保连线的一个网路切片技术 我们等于说帮助警察 其实在开车巡逻的时候 直接就用video把这样子的一个影像传回来 那他随时在做车牌辨识的状况下 远景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再去观察周围周遭的一个环境 他就不用再去看车牌啊做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就是利用科技去帮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分牢 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下 他其实准确率又提高 他还可以及时的得到这个所谓的一个资讯 因为其实有时候张车可能包换时间的一些不一样 所以他可能进来的时间的资料就不一样 但是透过5G网路我们可以把这些后端的资料库 更多更快及时的回归到的前端的这个警车上面去 所以对于警察来讲 这确实减少了他们不少劳务的一个动作 也增加他们的效率很高 那在智慧交通里面其实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 因为常常我们就会说 嘿 台湾是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行车地律路口啊 或是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确实是有一些technology 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改善这样子一个行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有一些车子在左转的时候 他可能真的看不到 譬如说被车子的A柱挡住 他可能看不到有行人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所谓我们讲的 road side unit 就是路边的这些装置 不管是sensor啊 或是camera啊 我们可以去detect 诶 其实有车子要左转了 那你人是不是没看到 我可以给你一些warning 或是什么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就可以提高这个整个的一个 用路人的一个安全系数 那还有就是说 很常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看不到这个行人站在某一个路口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些这种所谓的提早warning 让这些司机他可以提早看到 哦原来旁边是有人的他要注意 所以这其实在在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这个交通 所以其实利用5G这样子高速连结 然后还有一个短时间极短的时间一个回复时间 low latency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道路的一个安全系数再提高的更多 那回过头来看在智慧制造的一个部分 其实5G他在智慧制造里面 我们讲的更多是把既有的OT串联我们的ICT的一个服务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5G专网其实是在一个底层 我们怎么帮助上面这些所谓的数据平台 AI的建模 一些云端服务 然后我们讲的可视化管理的这些方式 我们把它汇成起来 用一张网路去取代 所以从一开始的这些原物料入仓进仓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做一个supply management 然后用HVM去做一些仓储管理 加速物流的一些效率 然后当然你在做实际的一个产线上面 那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瑕疵检测啊 你有一些产线的这些数据及时分析啊 那我们可以做一些它的一个产线的一个优化啊 我怎么样把一些流程可以更好的做一些进步 那当然你说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机器需要保养 但是呢以前的做法都是 我定期譬如说三个月六个月或是一年 来定期做一个税修的一个动作 可是这个税修就代表说我要停机停产线 这个对于很多工厂来讲 对它来讲是不是大的一个challenge 所以说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所谓的机器学习 把这些资料很及时的回馈到我们的控制中心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去排成 譬如说我的刀具用了多少时间 用了多少切割料 所以我需不需要做维修 这些都可以做做所谓的预知保养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工厂的一个management上面 它是可以提高很高一个效率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提到说整个一个safety的一个management 我们怎样透过这些所谓的video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你要去做一些工安劳安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在旁边监工 可是那个人可能就是你的同事可能就一整天就耗在那里 或是两三个礼拜就耗在那里 他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他其他的一个事情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透过科技透过影像去帮助他去做一个监控的一个动作 然后又可以及时反馈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工厂的operation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效益 可以提高它的一个驾动率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management 这也是最近很夯的议题 我们怎么样透过基联网把这些资料都收集回来 然后当然有所谓的我怎么样去操控冰水主机啊 我怎样去操控一些高耗能的一些马达 这些制程的一些东西 那透过一些跟周遭环境的一些互相结合 比如说温度到了才需要开 或者说我predict接下来什么时间点 它的温度可能需要到什么温度 所以我们可以做提早的开关的一个动作 对于整个工厂流程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能够赋予智能制造 往工业4.0或者是5.0的一个方向 持续的去一个进步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影片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智慧制造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判断说其实5G几个特性 Law Latency 低延迟 大频宽 跟Connectivity 所以我们在这种所谓的影像辨识 Portdown Management 所以它在减料的时候 它可以去看我是不是有拿到多少东西 做远距维修 还有SOP 这些状况在操作也顺便有一个留底 才知道说它做了什么事情 怎么做这件事情 或是我们讲的做inspection 这是我们家自己在做验布机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不一样的瑕疵 或怎么样把它归类 那在布新产线的时候 它就比较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想办法把它数据化 因为你要先把这些东西数据化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做后面的一些数据应用 然后才有办法去做所谓的管理 跟分发的一个后续的一些行为跟动作 所以像这个车联网也是可以控制 那在Factory自己本身 我们怎么样去做asset tracking 一些house detection 或是说一个公安管理 像之前有没有人在电子围里 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所以这样子很多的一个实际的一些application 不一样很多种类的一个application 应用我们都会透过5G专网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其实整个的一个中央控管室 它就可以得到一些很及时的资料 dashboard的一个部分 我们讲的战情室 那这些资料都回到战情室的状况下 厂长啊董事长啊总经理啊 他就可以更好的用这个数据来说话 那让这样子它的整个的一个 厂区的一个operation efficiency 达到最高 最后可能还有提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医疗照顾的一个部分 那确实医疗也是需要很多这种 所谓的零距离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确实看到现在有很多这种 所谓的实际的需求出来 比如说我们讲的远距专科门诊 就我刚刚提到 就是比如说在偏向地区 他可能为了看个眼科 看个骨科或是皮肤科 他可能需要舟车劳顿的来到城市内 他才有办法去到这种大医院去做 这样专科的一个门诊 那但是这个可能大家有去医院 大家都知道这种路程的来回 那在医院里面自己的一个排队时间 确实都非常耗时耗力了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用远传的话 就是我怎么样透过用网路取代一个马路 那我这样补处偏向专科医生部署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做这个所谓doctor to doctor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你可能看完之后 你有没有一些居家照顾的一些需求 那确实这个我们也是可以透过这个SARS的服务 可以帮助医生去追踪这个所谓的术后的一些部分 那这个可能跟之后的一些长照 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些关联性 那当然这个我们大家有看到最近的一个新闻 我们跟台北市跟那个所谓澎湖 有做这个所谓的远距医疗5G智慧救护车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就是说在病人在救护车送到医院之前 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个紧急直接的处理的一些时间性的一些需求 那同时间如果在这个救护车上 他就可以把一些资讯很及时的回馈到要送到的医院的ICU的状况下 这些医生他可以提早做一些反应 所以这样子伤者到达医院之前 他可以透过医生做一些很好的一个诊疗 那大概也简短的就是说到医院他还要再重复再检查的一些时间 所以就是对于整个医疗的一个能力 其实是有很好的一个提供 那当然还有提供所谓的远距医的一个手术教学 这也确实是现在比较夯的一个议题 毕竟手术教学这件事情 你需要很高的一个解析度的一个video 你才有办法跟你的学生讲清楚 这些准医生们他才有办法知道说 到底这刀开下去你接下来的T恤啊 你接下来的组织啊 你接下来要往哪一个器官去动作啊 你要怎么缝合啊 这些去确实是需要比较耗平宽的一些影像传输 所以透过5G 它其实是会是更好的一个所谓的网路的连结的部分 所以整个的医疗理系里面 其实要看到做到零距离的状况下 确实5G会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稍微提一下就是说5G专网的一个服务范围 基本上我们会去跟客户厘清它的一个需求 看看它到底是需要什么样子的应用 那搭配怎样的网路部件会比较好 所以这时候网路规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就刚刚之前我提到 基本上我们有四种的一个部件模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会先去评估哪一个网路规划的一个设计方案 其实对业主是更好也是CP值更高的一个模式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安装设定之后 那我们就会进入 因为毕竟它是有射频的一个发射 因为它我们的频段是政府合格的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网上报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基本上我们的电信也都会处理好 然后再等于说就是一个所谓的Network Outsourcing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来帮你做 那之后就会进入7成24小时的一个监管 跟一个优化的一个持续服务 所以如果客户在任何时间有任何问题 基本上都可以有一个直接的服务电话可以打给我们 我们就会派人去维修 那所以可能稍微提一下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变有点兴趣知道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物理特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Lowband的状况下就是我们讲的700 1800 2100 2600 这可能是我们大概比较熟知的一个部分 因为其实有时候4G也是在用这个部分 那IoT呢 基本上就是用700的部分 因为它的一个传输距离比较大 那现在Bband的状况下就是我们标到的这些频谱3.5G 或者是说政府现在推的这个N79 就是4.8 4.9 那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我们比较讲的是一般的工厂应用 大流量的频宽的需求 那这些是比较符合这样的一个状况 或是控制机器人 那一些比较high bandwidth 就是我们用的所谓的毫米波 这件事情来做的状况下 它可能更适合这种所谓的8K影像的回传 或是说你有AMR 就是那种AGV上面搭一个机械手臂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因为毕竟上面都会有很多camera 它要及时的做判断 所以呢 其实我们会根据不一样的一个场域需求 去搭配更好不一样的频段 所以这确实也是电信业值的一个优势 因为有不一样的频段 可以防干扰 因为有些场域它的一个频谱干扰 可能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 所以我们在做场地的survey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样子的元素找出来 所以会去搭配更好的一个频段来去做使用 那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我们会在里面装这个所谓的4G 5G的这些模组 那这样子我们也会同时做一些 simulation 去保证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网路 是符合客户的一个需求 毕竟部件网路是有一定的很坎 它也不是说随便挂上去就可以用 所以我们会根据场域的需求 应用的需求去做这个网路的一个部件 那当然它也有 indoor outdoor 就是室内室外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种类的一种 component 可以去做这个不一样的一个部件 那其实刚刚回到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部分的企业可能对它的资料来源 其实是非常讲究的 它也不太希望它的资料在外面流窜 所以我们会用更好的一个安全系数的一个网路 来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跟WiFi网路来讲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点 因为还有WiFi可能会被干扰的一个部分 因为可能大家都有WiFi 所以一开大家都会被干扰 那透过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商用频谱 或是专网的一个部分 专品专网的部分 确实我们就可以避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些资料流都是在客户端去保存 那当然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场域 就会做所谓的违运 不管是选址啊 排除干扰啊 或一些外面基站如果会干扰内部 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协调 所以确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去做这样子 确保我们交给客户的时候 应用跟网路其实都是已经很好的搭配 然后来做符合客户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这是我们的优势 从7成24小时的一个违运服务 有评估线上线下都有 那我觉得最大的XUR服务来自于态度 其实我们是用电信等级的态度 来去做这件事情 那包含了整个违运的一个控管 那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客制化团队 去做一个Proper Network 就是专网的一个部件 我们也有很多ICD的团队去做这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我们技术服务 也是持续的帮客户去更新 因为通常WiFi做了 你就比较不会去update它 就可能就是放在那边 然后等到几年之后 你再重新再换一批 但是以我们来讲 毕竟专网它是一个技术服务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帮你把它更新到最新的一个Status 让你的这个专网服务 其实是可以保持在一个优良的一个品质去做这件事情 那最后一个结尾就是说 专网其实可以帮助很多场域去做一个转型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专网去让资讯更好的去透明化 可以共享 那我们可以减少现场的一个人力投入 意思是说本来你六个人管一条产线的 就变成说六个人可以管两条产线 所以某种程度就是减少你的人力投入 但是你可以增加你的一个产出 那当然很重要一块就是 也跟现在的ESG议题就是 我怎样减少你的布线成本 就是去线化确实也是现在比较常在被讨论的一个议题 所以整个专网在于就是 不管是基联网的导入啊 全场的巡检啊 视讯协作啊 或是一些状态的一些操作确认啊 资料查询这些在在都是 5G专网可以很好的帮助企业去做这些移动设备管理啊 不一样的资安的一些数据量啊 还有这些所谓的跨场移动的部分 所以其实 网路其实蛮五花八门的 但是我觉得重点在于就是说 客户的应用需要什么样子的网路来搭配 那我们专网毕竟都可以想办法 帮你达到 客制化到你要的一个网路的架构 所以这样子的应用就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你的痛点 然后帮助你的整个的一个business 做更好的一个发挥 好 我今天的简报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